好民众身体不适就医或是自行购买成药 病状缓解之后呢不再吃的药丢垃圾桶 或者是冲马桶都是NG的行为 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么卫生局表示 废弃药品必须是交由医院或者是药局来回收 而根据统计台中县去年回收药品高达了177公斤 也呼吁民众要按时服药减少药品的浪费 天气变化大生活作息不良等因素 导致民众身体偶尔出现小病小痛 到医院或是走一趟社区药局 拿到感冒药 肠胃药 还有止痛药 只是要到病除后 过多的药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处理 不掉了 垃圾桶了 不知道说回收药哪去哪里回收 不再吃的药丢进垃圾桶或是冲马桶 都是非常NG的行为 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 甚至进一步危害人体健康安全 会影响环境中的生物 甚至是残留于环境中而接触人造成影响 应该将这些药品究竟交由居家废弃药品 检收站至医院社区药局卫生所 或原先开立的药品的医疗院所处理 管制药物特别像是麻醉用品或是荷尔蒙制剂 对环境污染性高 民众务必交由药局医院回收 至于无危害性的药品也要依据稻冲集混 峰回六个步骤处理 而开封后的药品更要遵照医嘱 按时服用 因为大部分都是不拿的吧 因为有时候痛了几回事 怕过去会看不起来 开封的药品应该在保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下储存 不要太阳直接照射 那就一定要在效期之前使用完毕 根据台东县卫生局统计 去年回收药品 液态和固体加总高达177公斤 显示出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 呼吁民众要正确用药 珍惜药品 避免浪费健保又污染环境 近日上大会台东市报道